- 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 大家笑好 今天是禮拜三 那台北股市今天的盤勢 看起來是有些量縮整理 而且是有點比較悶的情況之下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禮拜三是週選擇權的一個結算日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台北股市期貨 它的漲幅比較大 現貨漲幅比較小 它最主要是呈現一個期限貨逆價差收斂 所以大家在這個地方就呈現一個觀望的態度 所以今天的盤勢 讓大家覺得說有點悶悶的 其實也是正常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期貨的部位 我們從這個期貨部位可以看得到 這個前五大跟前十大的一個交易人 其實從這一陣子以來 那月初至今它的空單部位 尤其是前五大的已經慢慢的 尤其這三天逐漸的再呈現一個減少 那前十大交易人部位 它的進多單也開始 從昨天前天到昨天 那開始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增加 所以在這個地方 其實大額交易人 它的心態已經開始慢慢的有一個 比較偏多的一個方向來做一個前進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台北股市昨天盤中一度大跌215點 但是它有收一個長達159點的一個下影線 所以這個下影線就相當的重要 這個下影線就會成為多頭防守最重要的一個基準點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幾個交易日 其實大盤大家都在觀望的態度 所以成交量一直都是維持在1000億上下這個水準 所以既然這個動能就是柴火 你沒有拿出來 那既然動能柴火沒有拿出來 當然火燒不忘 股價就會呈現一個觀望的態度 那昨天是因為為了要防守 所以奮力一擊 拉出一個長下影線 代表是多頭的決心 那今天呈現一個觀望的態度 你看這個收一個十字線 就代表說多跟空都在觀望 然後多空稍微再做一個上衝下襲 結果它的收盤是收在一個平盤附近 那你看到這個十字K棒 是在昨天往下跳空的缺口附近這裡來來回回 所以代表說大家觀望的氣氛真的非常非常濃厚 好沒關係這個地方只要注意一點 長達159點的下影線 這個最低點絕對不能跌破 這個是接下來到倒數最後八個交易日 從明天開始算七個交易日 選前最後多頭防線就在這裡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台積電的部分 其實台積電我們之前 就已經很明確告訴大家 這個右肩的這個地方 上面這個月線這個位置 最低價是232元 如果跌破的話會轉弱 後來真的跌破了 那盤式當然就是往下跌嘛 那才會有昨天大跌215點 剛好也是費半往下做一個跌破 好那既然昨天大盤在這個地方 有出現一個很明顯的防守 所以新的一個位置 就在這個224.5 這個是多頭最後的一個堡壘 那你如果說他轉強呢 一樣是看這個區間高點 區間高點237 還是要往上做一個突破 盤才會轉強 但是這個地方 真的多頭要戰戰兢兢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這個月線 他是往下彎的嘛 而且今天台積電 他往上攻月線 攻不過 又往下打 而且是收在今天的最低價 所以這個地方呢 其實還是要非常小心謹慎 因為成交量呢 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好那我們再看來這個大力光的部分 其實大力光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看到大力光 先請我們告訴大家 這個大力光部分 他是率先大盤跌破這個區間的低點嘛 他率先大盤跌破9400點 結果禮拜五禮拜一禮拜二 連續三天呈現破底 那破底之後呢 在昨天禮拜二 他出現一個很明顯的叫做紅K吞噬 那紅K吞噬我們解釋過好多次了嘛 就是你必須要出現波段的最低 就是創波段新低啊 那昨天確實創波段新低嘛 那收盤要收在前一天最高價之上嘛 而且第三個要件就是成交量要明顯放大 昨天三個要件都有符合 所以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吞噬紅K的定義嘛 所以吞噬紅K定義 一旦確立了 那接下來這個低點是絕對不能跌破的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是多頭最後方線 也是因為大力光 因為瓶蓋瓶蓋股裡面瓶蓋之王嘛 那他出現了這種吞噬紅K的一個線型出來之後呢 就代表說盤在這個地方多頭有積極的想要去防守 那今天他呈現一個十字K棒 還好他沒有下跌太多 他是維持在這個長紅K棒的相對高點做一個震盪整理 至少他還是有守住 所以我們稱之為強勢的一個整理 所以代表說盤在這個地方 他還沒有就明顯做一個退守嘛 這樣基本上還是一個比較小幅偏多的一個狀態 好的那我們看一下那個最近的熱門族群 熱門族群呢其實也是有些異性藍山啊 那投資人最關心的這個矽晶圓嘛 最關心的這個被動元件 我們先看一下矽晶圓裡面的龍頭個股環球晶 其實環球晶它的走勢算是比較強 因為他是率先突破這個月線之上嘛 然後很快的來到這個接近季線的位置 但是他的成交量有沒有看到我們在成交量 呈現一個量縮嘛 就代表說這個地方其實投資人當衝來當衝去 你看他股價就是波動的幅度很小 那你要當衝其實不容易賺到錢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當衝的人就變少了嘛 那股市的參與者沒有激情嘛 因為衝來衝去它的波動太小了 所以就不想衝成這樣變小 他反而更不容易往上做一個上漲 所以現階段你就是量縮等待突破 不要去做一個不必要的一個交易 因為在這個地方你如果浪費太多贏 當然這裡也是浪費子彈而已 因為它的區間範圍太小了 再來我們看合金的部分 其實合金也是同樣道理呈現一個量縮嘛 那今天有比較弱一些些 不過還是維持在這個橫盤的區間位置 大概在這裡 所以這地方有碰到一些壓力嘛 所以你成交量沒有放大 它也是衝不過去 所以你要等待突破 就是要放量 放量攻擊 那被動元件部分說實在是比較弱的 尤其是被動元件之王嘛 就是這個國具的部分 你看這個國具的部分它的量 哇縮得更厲害了 而且比之前的這個大量 然後縮到剩不到四分之一的位置 代表說很多人在這個地方已經 已經有點就是 切形了 已經完全就是不太想看它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它的成交量 你看它的股價是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而且這個地方感覺上好像292的這個波段低點 好像又要跌破了 所以現階段它就是在走一個籌碼沉澱 籌碼沉澱 那籌碼你看這個融資不斷的減少 那融券呢 在這個地方如果有呈現一個增加 那券支比提高之後呢 也許成交量放大 那出現一個強攻的走勢 才有機會讓它往上做一個攻高 不過現階段看起來 要往上走這種強攻 然後拉過這個區間的高點 這機會是相對比較少一些些的 它還需要時間整理 而且要配合大盤嘛 大盤要先好嘛 大盤要先穩住 當然這個人氣個五 才有機會往上做一個攻擊 尤其越靠近選錢 越靠近選錢 你就要看這個國家隊 看這個八大光股 有沒有積極的進場追個買進嘛 那這個是最容易 帶動整個台北股市的人氣 如果真的選錢 你那要讓這個老百姓開心嘛 其實最主要就是 沸東人間的矽晶圓 這兩大族群如果漲的話 基本上才可以換得到選票嘛 那投資人才會開心嘛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華興克的部分 華興克其實比國巨強 我們剛剛看到國巨 他是瀕臨破敵的邊緣 可是你看華興克 這二線場就不一樣 他很明顯在他月線嘛 而且是相對這個區間的高點部分 來做一個橫向震盪整理 那他成交量也沒有說的那麼厲害嘛 所以這個被動元件裡面的股票 他呈現一個多空分歧 但是他沒有變 他不是由這個主要的國巨來帶 他反而是有二線的來帶 這個就很難去支撐到整個族群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矽晶圓部分 其實矽晶圓我們比較看好 因為矽晶圓他是不管是龍頭的或是二線的 其實他都是站在月線之上 而且要挑戰這個季線位置 所以他是比較強的 那至於被動元件部分呢 就是零星個股在做一個表現 好的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之前有分享過這個同心電的部分嘛 像他你看他這個量呢是蠻明顯的 出現一個草叢量 而且好幾戳嘛 而且這個股價是持續往上追的功高 像這樣子的標定呢 後續其實都還有機會 可以提醒各位投資朋友 可以多多留意 像這個我們之前有提過嘛 其實法人買蠻多的嘛 像這個大力光守住之後 其實瓶蓋的相關這個增頂的部分 因為法人買很多 最近兩天也特別強勢 有機會去挑戰這個前波高點 因為股價走出一個超強勢的一個走法 再來我們看一下 像這個美容店 像這個美容店跟剛剛其他股票 最大差別最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因為你看他是底部起掌嘛 而且你看盤中 他雖然有往下跌 尾盤 刻意的又被拉到這個平盤 然後收平盤 所以這個地方有沒有 底部起掌 而且你看到你只需追他的籌碼 你就可以看到特定券商 奇怪怎麼持續的不斷的都有在做一個買進 只是說他買進是小買小買小買嘛 那等到他買夠突然發動 他就是一根長紅K棒 到時候再追其實也來不及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5G相關的題材 網通部分 就是像這個智力的部分 這是有未來產業前景的 之前我們有提過 那這個5G的智力相關概念 他看到慢慢的往上走強 那這個均線準備要出現一個黃金交叉向上 而且成交量有出現一個放大 那你看到這個明太部分 是不是還沒動 可是他也是越走越高 成交量也放大 所以像這樣子的股票也是值得投資人 在這個地方特別去做一個留意 好這樣股票我們講好多了 因為我們之前從6月份開始就不斷追蹤 這一波大盤往下跌1500點 他都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而且還率先大盤有沒有 這個地方17.5最低 還率先大盤回補掉這個空放缺口 你看到這個橫盤的平台區 他現在又慢慢又已經站上去了 已經站在這個平台區 那這個月線又即將要往上黃金交叉突破季線 我怎麼看得出來 因為這個地方 你看月線扣底這個位置 那現在這個差離子接下來會慢慢的走高 所以代表說月線會逐步的往上走 所以當月線往上走當然就出現黃金交叉 當然有利於後面股價的一個走勢向上 所以接下來從現在到這個月底 都是他的一個多方時間我們提過 他第三季EPS就賺了1.02元 過去兩年 比如說像這個前年他賺0.35 去年賺0.37 那你光是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一季賺1.02 就超越過去的兩年 還有上半年的一個獲利 而且是由虧轉盈 代表說這家公司他的產業險景 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 你們可以去看他的產品的毛利率 產品的一個營業盡利率 他是在往上做一個大幅度的跳升 這是第三季 那第四季呢 第四季的話是他的旺季嘛 所以第四季的行情 他的業績在初步的往上走高 那明年呢 當然可以支撐他的股價 甚至於去挑戰前波高點 甚至於再往上走一段 這個都是可以值得期待的部分 好 那我們看一下11月份行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個軌距多變 那現階段的兩個主要變數是什麼 你說他要大跌 其實這個選舉剩下最後七個交易子 從明天開始算 最後七個交易子 大跌其實會有人去護嘛 背後有一隻手嘛 所以才會有昨天那個159點那個下影線 所以這個地方 執政黨他會拼這個台股的選前行情嘛 這11月24號嘛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要看很空 其實也未必嘛 可是在11月29號就是月底的時候 這個G20的這個會前會嘛 就是川普跟習近平約好了 在當時要做一個會談 那對這個貿易戰貿易的談判嘛 進行一個先做一個大框架 未來一個大方向的一個討論嘛 所以接下來我們才知道說 這個劉鶴 國務院的副總理劉鶴 準備要前往美國 來先做一個討論嘛 搞不好到時候就直接簽了一個協議 也不一定嘛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值得留意的觀察重點 陸股 有時候陸股在漲的時候 其實也會帶動台北股市 帶動亞洲股市 甚至於連美國股市也帶上來 就是因為貿易戰 兩國的關係變得比較和緩嘛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台積電 大力光 還有我們這個費半嘛 大力光的話基本上就是觀察 美國的蘋果電腦 那這個費半呢 就會影響到我們這個台積電的一個走勢嘛 所以整個都是聯動在一起的 所以11月份的行情相當相當的一個重要 那各位投資朋友在選股部分呢 你要選這個 利空不跌跟嚴重超跌 當一檔股票 他已經嚴重超跌 跌翻了 大盤跌個15% 他已經跌了60%70% 然後在底部又出現大量的利空 而且利空還不跌 甚至於開始有機會往上走洋 這樣子的股票 就算大盤這邊震盪整理 其實他要再往下很多機會 其實也不大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季報很亮眼 比如說像東吳這種季報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這個股價 開始就感覺上他被低估 那有些股價是還在底部 像美容隊還在底部的 那有些股票是被挫殺的 在這一波大盤下跌是被挫殺的 所以像這樣子股票都值得投資朋友 在這個地方特別去做一個留意 好的 那我們這個禮拜 行情真的非常關鍵 那我們這個群組裡面 我們特別打開這個群組 下方我們有一個分享給好友 我們就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把我們這個訊息 把我們這個股民當價群組按這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分享給我們的好朋友 左右鄰居們 那也可以讓我們更多的投資朋友 在本週行情非常關鍵的時候 可以及時的收到我們的訊息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追個參考囉 我們明天見 拜拜